這樣的狀況 小孩子開始要在家裡休養 那就會有我剛剛講到的 家庭照顧架這個問題 那現在只要幼兒園跟學校 他有達到一定的條件 他就必須要停班停課 那家長如果有小孩生病 他如果家裡沒有爸爸媽媽長輩 阿公阿嬤可以帶 他就得自己在家裡帶小孩 那如果這個班級停班呢 那這個其他的爸爸媽媽 也要在家裡照顧小孩 好那但是呢其實現在一年 只有7天的家庭照顧架是病入試駕 那現在呢地方的政府 他們的防疫措施 通常大概都會規定說 只要感染了腸病毒 他必須要在家裡休養 7天 那如果說這個班級 他第二次停課 或是他家裡有多個小孩 然後分次去感染了腸病毒 他就會面臨到說 他家庭照顧架不夠用 那要去請試駕 有可能也會試駕也不夠請 那面對這樣的問題 地方政府他其實希望說 針對家庭照顧架這個政策 能夠更有彈性喔 那是不是說遇到像這種流感或腸病毒 這種比較大規模的 這種流行性的疾病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放寬 家庭照顧架這個標準 那勞動部有沒有去考慮說 要延長家庭照顧架的天數 如果從勞工的權益的保障觀點的話 應該這種家庭照顧架的話 最好能夠按照實際的需要 需要有幾天 然後我們就盡可能的讓他可以請假 這是在理想上 但是實務上是很難可以完全做到 那第一個很難做到的一個原因的話 是個別差異非常的大 那第二個就是有關市價的部分 我們目前的制度是不給心的 那這個對於家庭的經濟來源的話 也會受到影響 所以我們目前的家庭照顧架 在法治上已經有進步 那目前來講的話 實際上還不夠 那所以未來的話 應該可以朝向能夠更深入 而且更能夠有符合需要的保障 作為努力的方向 好啦 次長你這個回答真的很打太極 我是問你說有沒有考量延長 那你的意思就是沒有要考量延長 以現階段的意思是沒有考量 沒有這樣的考量 那你剛剛也說到說 現在如果請這個家庭照顧架 它是會扣刑的嘛 它是不給心的 它兵入試駕季 那其實軍公教人員 大家都知道說 他們請這個試駕的時候 他們是有薪水的 有五天 七天當中有五天有薪水 好 那今天我看到你們的報告 其實我有一點 覺得有點誇張啦 因為其實你們的報告裡面 是站在雇主的角度 去講說如果他把他請滿 這七天大家都請滿的話 雇主一年要多付出一百三十五億 好 就是他的一個負擔會多一百三十五億 所以從之前說要演繹到現在還是繼續演繹 要再凝聚共識嘛 所以我是想要問就是勞動部 你們在寫身份報告的時候 有沒有站在勞工的角度去看一下這件事情 還是一直都是站在資方的角度 勞動部一定是站在勞工的角度來考慮事情 對 但是在寫這份報告的時候 你們沒有寫說 你們如果從勞工的角度去看這件事情 你們就只有完全從資方的角度說 如果今天我們放了這個價 如果七天大家都請滿 大家都很惡劣 大家都請滿的話 那雇主就是要付出一百三十五億 好 這個我覺得 在寫這份報告的時候 我還是希望勞動部 能夠真的是勞動部 多考慮一下勞工的一個立場 跟他的一個權益 那當然我覺得說跟這些軍工教人員 享有的這個權益跟福利上面有一些差異 如果說現在沒有辦法一次到位 我也可以體諒 因為其實這個當然會有一定的衝擊 但是呢 我們還是希望說可以分次 分階段去做這件事情 至少在這個階段 能夠去考量說 真的去放寬家庭照顧假的這個期間 本來如果現在我們有七天是併入試駕 那是不是可以再多幾天 或是說這家庭照顧假可以到 總共是併入試駕是14天 這個地方其實勞動部可以再多加研議的 因為其實家庭照顧假 它不會扣到權勤 那有一些公司的獎勵制度 它是不會扣到的 但是如果它只要一請到試駕 它可能權勤獎金就會被扣 所以其實它影響的 勞工其實影響的權益還蠻多的 所以這部分我希望說 勞動部未來在這個部分能夠 我覺得能夠有一點 真的站在勞工的角度來思考這件事情 所以今天我在這個部分 希望再次請勞動部 再加緊在這個部分再多加研議 然後不是言而不義 是真的要進行研議 好那謝謝我想要請下一個部分 請機關署 好委員好來我們郭署長 你好我先請教一下 請問現在機關署針對腸病毒 現在提供給社會大眾跟校園 一般的一個消毒最佳的方式是什麼 主要是我們建議用漂白水 這方式來做 好現在因為我上你們的網站 你們也很清楚的講說 你們建議用500ppm濃度的 這個漂白水來進行擦拭 好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我研究一下你們的網站 好那是呢今天呢我帶來了 就是因為我上去看喔 你們的網站雖然第一個頁面裡面 是預防方法是寫就是漂白水 但是呢點進去附件裡面呢 你們裡面有講到 就是機關署有推薦的防疫產品 好那這個產品裡面呢 有發生一些問題 就是我們現在在地方上面 就是有發現 就是有很多的幼兒園跟學校反映說 有廠商 搭到學校去推銷這樣的一個消毒產品 好那他標榜的是 機關署推薦的防疫產品 那我的確去看了一下那個文件喔 那的確你們有委託社團法人 就是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 好進行審查推薦這樣的產品 現在目前網站上面共有48項 好那我想要問一下喔 針對市面上喔 下一張 像這種水可裡 或是水利是這樣的產品 他到底有沒有用 好我想先跟委員報告一下這個背景啦 就是說自從SARS之後 每一次碰到了這個大的這個疫情 那有很多的廠商都很熱心啦 他們也很希望能夠來提供有效的這個方式 給民眾來使用 那這一部分呢 因為大部分都不是人用的東西 所以呢 我們的這個FDA呢 也不是他們的這個權責 所以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長久就有一個這個制度呢 就是請外面的獨立的一個單位呢 來做這個推薦 所以委員看到的這些東西 都是這樣子來的 那就我的瞭解啦 以水可林這個案子來講呢 他有點擴大宣稱的他的效果 那麼當初他提供的這個數據呢 比方說是有滅菌 但是他並沒有提供說呢 他可以殺藏病毒 所以這麼一來的話呢 那就他就是構成了 有一點擴大他的這個效果的這個嫌疑啦 那所以我們也因為這個樣子 這也不是第一件啦 所以在過去呢 我們在網站上面 也有一個辟謠專區 就專門呢 是用來呢 對於這種不清楚的廠商 偶爾有的時候呢 會擴大療效的時候 人家來問我們就會去把它澄清啦 同時呢 只要有任何單位 如果有這個問題呢 他們來韓問我們 我們也會用正式的公文來回應啦 所以我的瞭解是這個樣子 所以好 署長我總結一下 就是這樣的產品呢 在你們機關署裡面的這個 推薦的防疫產品 專區裡面的產品 它不見得對腸病毒是有效的嗎 對 它沒有直接的科學證據 OK 好 所以還是要用瓢白水 我們是建議這麼做 除非它能夠提供這個證明 科學的證據 給這個我們評審的這個單位說 它針對是腸病毒病毒 那這樣的話呢 當然我們就會來認定它的這個效果 那另外喔 像這樣子 這是在坊間上面買到的產品 那上面它也會寫說 它有腸病毒用 那這樣的產品 你們有沒有在做機查 這樣的產品有沒有用啊 因為機查不算是CDC的一個權限啦 所以我們並沒有說真正Routine的在做機查 但是假使一旦民眾有跟我們反應 不管是透過這個Email或者是1922的這個店 我們都會去查 去了解 然後來做辟謠 那其實不管是不是機關署 但一定是衛福部這邊的一個議題啦 那我希望說如果這樣的產品沒有用 這種標示會讓消費者誤解的話 那請衛福部一定要加強去宣導這樣的事情 一定要告訴我們的所有的民眾 一定要用我們的漂白水來進行消毒 不然其實坊間很多這樣的產品 那學校也接受到很多廠商的一個推銷 但是這個東西沒有用了 它用了之後 它根本沒有辦法去達到這個消毒的一個效果 所以其實這部分 我還是要請我們就是衛福部這邊 要強調去宣導這件事情 因為現在市面上都買得到這樣的產品 不管是藥局或是大型的超商 都可以買得到 所以這部分就是提醒我們的這個衛福部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吳玉琴委員進行諮詢 主席我請那個次長 請次長 好 請衛福部 許次長 我也很好 次長 因為今天早上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新聞 這也是頭條 就是我們接種流感疫苗兩年後死亡 而且首例判賠 我們衛福部要判賠208萬 那這個議題其實也反映了疫苗 有它的風險性 那對於這樣的一個案例 不曉得我們部裡面 接下來的採取態度 或是怎麼樣來處理後續的一個問題 我想這個案子的部分